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下景色 和朋友一个小聚 都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在大众点评的APP里面 可以看到有很多个不同人数的套餐 而且封键游人 吃得好一点就贵一点 想经济实惠的也可以 这家餐厅不一定要在大众点评的APP里面买餐 上到餐厅拿个菜牌再点菜 菜式和价钱都是一样 但是我都截一些内容供大家预先参考一下 我们一行四人就点了一个四人套餐 668元已经包了服务费 茶位是另计的 因为有便宜有贵的茶位 这个套餐就有22个菜供选择 选择4个 其中一个是可以选择鱼的 另外包心翅肚羹设定了 每位一客 刚才节套选择出来的就是我们选择的菜 我们就没有选择鱼 这个套餐的有效期 就去到今个月9月26日 使用的时间就是11点至2点 之后就5点到晚上10点45分 顺便说交通就是1号地铁线国贸站C出口 至于app里面的8折代用券 现场才买得不可以呢 还有我相信套餐就不可以再用了 因为已经是打了折扣 详细就可以在订座的时候问服务员 片尾我就会放一个QR Code给大家 方便订座 如果想坐窗边位的大家 我建议就要订座 我试试过walk-in一次 不是窗边位就有位的 所以就只好第二次订好位才来过 第一次我们搭地铁就在老街的站下车 走着街步行去到国贸 就在大厦的正门入 第二次来就在国贸站C出口出 一出就是大厦的大堂 我们订了5点吃饭 未够钟就在大堂走着 回味一下这栋国贸大厦的历史 国贸旋转餐厅自从1886年开业以来 就接待过无数中外国家政要和名人 曾经是中国最早的空中食府 也被列入为世界十大旋转餐厅 是深圳十大历史建筑之一 旋转餐厅就以品尝新派的粤菜为主 早上就有茶饮的 现在看到大堂啡色玻璃这个位置 就是搭车的地方 会有接待员接待你搭观光车上到42楼 然后再转另外一部车上49楼 虽然现在找美食多数会去了深圳 但有时都会留港支持香港的经济 如果觉得我拍得好的 不妨帮我点个赞 留下言 或者和朋友分享下我的影片 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支持 这里除了可以居高临下欣赏深圳的景色之外 还可以看到香港 餐厅转一个圈就要一个小时 坐在这里和朋友聊天 慢慢等下上菜 都是挺捨异的 另外不少可以的 当然要来打卡先 包心刺吐根线上 卖相就好土人喜欢了 点着蜡烛来充着保持够热 这种就拿回些分 这里我会说是吃一种情怀气氛 菜式的要求 如果以价钱来论质素的话 我都很认同大众点评给四粒星 我觉得很中肯和到位 那我都是给四粒星 接着来的就是增补私房豆腐 这个豆腐我会给五粒星 很好吃 不过的份量真的挺少 一人只有两件 那都是四粒星 如果有人多一件 就更加好了 接着这个就是 XO酱螺丝椒爆牛肉 这个有微微辣 爆得挺有锅气 牛肉都有牛肉味 这个也算是不错 餐包了四碗白饭 白饭也是好吃 不错的 到叉烧 叉烧 叉烧就不要用嫩滑 物味有肉汁等的形容词 叉烧来作比较 以回去的餐价的价钱 就算是这样 就是普通叉烧 再来看包心似土 原来我又拍到 材料都不少 但是上汤底的味道 就不够 但是都是说回那句 以套餐的价钱来说 就算是OK的 最后就是这半只鸡 写着 站光鸡 当然有期待 但是 比较淡 我会说 在内地要求一只鸡 有鸡味 应该不是那么难 这半只鸡 失望了一点 但是景色就应该没有令人失望了 现在看到这个就是彭联万里酒店 雲景軒旋转餐厅 是深圳另外一间旋转餐厅 被点评为羅湖区自助餐 环境榜第一名 有机会的话 就去那边的旋转餐厅 又看回来 吃饭就吃到黄昏 不要太晚来 早一点来 如果晚上来 基本上就没什么看 看到餐厅里面的灯 反光了在玻璃那里 最后就来说这餐饭 我最不欣赏的一样东西 就是这些大湖大湖水沖繩的茶 不是我杯茶 我不喜欢喝 这个真是最后 就拍卡片的QR Code给大家 不方便 如果想订位的朋友 还有最后就看账单 咦?茶位计算了两位 为什么? 我现在剪片才看到 湿纸巾是用才计算的 这34元加一之后 加上705.4元 人均大概170多元 碟头不算大 如果大吃点来说 可能觉得要多点个菜也不一定 这条片就分享到这里 下条片见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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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